前香港小姐冠军兼TVB当家花旦陈凯琳 10月16日以性感打扮跟林德信现身品牌活动 被问到男友郑佳颖有没有送过什么贵重的礼物给自己 陈凯琳的回答八面玲珑 没有啊 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吃饭 已经很开心了 这么会说话 难怪郑佳颖比你大整整22年都要跟你在一起了 不过虽然能说会到长得又漂亮 陈凯琳在新剧《张宝仔》中演技最近就备受抨击 对啊 有很多人说了很多鼓励的话给我 那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我的努力就是自己应该知道吧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的演技不是太好 但是我已经非常非常努力 那我希望将来可以拍对一点好戏 有没有能够去遵守他的演技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戏中的时候呢 每一天都要练习多一点 那如果有不明的时候呢 就可以跟导演啊 跟不同的演员一起说话 一起去想一想这场戏是怎么做的 所以每一天都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其实无论陈凯琳的演技如何 陈佳颖也一样的喜欢他 就好像就算陈佳颖 日前已带有人身攻击的话 攻击追访的狗仔队 陈凯琳也一样支持陈佳颖 也没有啊 那我知道这个是他们的性格 那我知道 因为这一次也是 另外一面有一点的过分 所以他这个表现 是一个很进场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